贵宾致辞 我们欢迎南投县政府秘书长 也是南投中选会的代理主委 洪瑞志先生 为我们致辞 我们掌声欢迎 联身活佛 各位上师法师 各位善信大德 大家下午好 地址是南投县政府秘书长洪瑞志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代表林明珍县长 来参加今天的祈福大华 首先要代表林明珍县长 向各位善信大德拜个晚年 祝大家猪年行大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其次也要代表林明珍县长 感谢雷藏市联身活活 对于我们南投县 推动南投县政的支持跟协助 尤其在对于我们关怀弱势家庭 弱势学生的方面呢 给予我们南投县很多的一个帮忙 在这边要代替我们的乡亲 向我们雷藏市 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 另外 雷藏市因为位于我们南投县的草屯镇 那信众非常的多 那每次的这个祈福大华会 都吸引了海内外的善信大德来参加 对于我们南投县的观光的注意 非常的有帮助 也带动了我们的观光的收益 促进了我们的经济的繁荣 最后呢我要在这边呢 代表我们林明珍县长 邀请我们各位善信大德 我们南投县在2月4号到2月24号 就在我们这一个雷藏市附近 大概15分钟的车程的这一个会展中心 举办我们的南投灯会 我们有非常好看的花灯 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精彩的表演的团体 尤其是这个四川重庆的火龙 还有这个七彩云南的歌舞表演 另外还有陕西安塞腰谷的这个表演 这些都是世界级或者国家级的 这个非物质遗产的 这个登录的这个活动的项目 在这边也要代表林明珍县长 郑重的邀请我们各位善信大德 有时间欢迎来我们这个灯会来参观 那最后我预祝我们今天的骑虎大法会 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 我们谢谢宏睿智先生的支持 也希望有空的同门能够往南投灯会去参观 谢谢大家